在辽若利的规范波色子如何获得质量之前 我想跟大家聊聊质量与自由度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光的偏振吧 偏振方向就是电磁波的电场方向 偏振方向与电磁波的传播方向是互相垂直的 光的偏振有两个自由度 也就是垂直偏振和水平偏振 这两种偏振就足以建构任意一种偏振 假设光子有质量 那么理论上我可以把光子给停下来 让光子朝着偏振方向运动 那么光子就有第三种偏振或第三个自由度 当然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迈克思维方程组只允许偏振方向垂直于光的传播方向 第二 我们不可能让无质量的光子停下来 因为无质量的粒子只能以光速C传播 让我再给个粒子 也就是粒子的自旋 假设我们有个自旋为一 有质量的粒子 那么它就有三个自旋态 也就是正一 零 和负一 我们都知道光子的自旋也是一 可是它只有两个自旋态 也就是正一和负一 没有零 换句话说 如果规范波色子没有质量 它的自由度有两个 如果有质量 那么它的自由度有三个 我们都知道弱力的规范波色子有质量 那么肯定存在某些机制赋予了弱力的规范波色子额外的自由度 所以弱力的规范波色子才获得了质量 究竟是什么机制让弱力的规范波色子获得了额外的自由度呢 答案是锡格斯机制 这里需要为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量子场论 我们宇宙中充满非常多种量子场 量子场的激发就是粒子 比如电子场的激发就是电子 电磁场的激发就是光子 我们都知道宇宙中每一个电子都是相同的 没有电子比其他电子长得比较胖之类的 这是因为所有电子共享相同的电子场 锡格斯场也是量子场 但是锡格斯场和其他的量子场有非常大的区别 由于自发对称性破缺 锡格斯场是长这样的 这个特别的锡格斯场提供了两种震荡模式 这个震荡是直场的激发 也就是所谓的粒子 这样上下来回震荡对应的 是有质量的锡格斯波色子 这样做圆周运动的震荡对应的是 无质量的哥德斯通波色子 可是为什么我们只观测到锡格斯波色子 却没有看见哥德斯通波色子呢 答案就是若利的规范波色子 吃了哥德斯通波色子 若利的规范波色子 从哥德斯通波色子那里获得了额外的自由度 所以若利的规范波色子有了质量 无论是锡格斯波色子 还是哥德斯通波色子 它们的自旋都是零 这恰恰就是若利的规范波色子 获得的额外自旋态 好了 现在我们就要进入数学部分了 听不明白可以直接跳过 锡格斯场是个负值二重态标量场 负值指的是负数 也就是有虚数和实数部分 二重态指的是有两对负数 标量指的是自旋是零 所以这里有四个部分 对应的是三个哥德斯通波色子 一个锡格斯波色子 两个带电荷 两个是电中性的 细心的可能会发现 这非常类似若利的规范波色子 这是之前提到的若利的量子场 我们先假设若利的规范波色子的质量等于零 这与光子一模一样 这是锡格斯场的拉格朗日亮 这是锡格斯场 展开后是这样的 这是哥德斯通波色子 这是锡格斯波色子 这其实非常好理解 角度的变化属于哥德斯通波色子的震荡模式 半径的变化属于锡格斯波色子的震荡模式 两个变量对应的是两个例子 接下来 为了让若利的规范波色子和锡格斯场发生相互作用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拉格朗日亮相加 再对这个拉格朗日亮进行规范变换 并要求它满足规范对称性 而结果就是代表哥德斯通波色子这个变量消失了 而且多了这个质量项 重新拿普罗卡拉格朗日亮来做对比你 就会发现到它们非常相似 这就是若利的规范波色子获得质量的极致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检测不到哥德斯通波色子 若利与电磁力看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凭什么它们能最早被统一起来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 光子和强子不带电荷 甚至是假想的引力子也没有电荷 而负责若利的W波色子带电荷 由于电荷就是电磁力的来源 所以若相互作用掺杂了电磁相互作用 不仅如此 光子不带电 这与Z波色子非常相似 它们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 这其实也意味着 弱利与电磁力有机会被统一起来 弱利本身并不满足规范对称性 想要让弱利满足规范对称性 就必须把电磁力给引进来 弱电这个理论框架就满足规范对称性 弱电理论预言有四个规范波色子 也就是B波色子 W1 W2和W3波色子 它们都是无质量的 由于锡格斯厂的自发对称性破缺 B波色子和W3波色子混合在一起 形成光子和Z波色子 你会发现到我用了粗一点的箭头 这是因为光子收到比较多B波色子 而Z波色子收到比较多W3波色子 这是由温伯格角决定的 而W1和W2波色子也混合在一起了 形成W正负波色子 至于为什么它们混在一起 这其实关系到若同未旋和若超和 这些概念有点复杂 这里就不解释了 之后的故事你们也知道了 W波色子和Z波色子 各自吃了三个哥德斯通波色子 获得了质量 只有光子没吃到 所以光子的质量是零 理论上 光子也可以通过锡格斯机制获得质量 比如在超导现象里 超导体的电阻为零 这就意味着超导体 不会经历任何能量损耗 能量损耗来源有两个 第一是电子撞击原子 发生热损耗 第二是震荡的电子会辐射电磁波 发生光损耗 超导体不会发生热损耗 可以由BCS理论解释 超导不会发生光损耗 可以由锡格斯机制解释 是这样的 两个电子会排斥 但在超低温的情况下 两个电子可以合在一起形成酷博队 通过某些机制可以避免热损耗 这里暂时不讨论其中的机制 我们来谈谈 为什么超导体不会发生光损耗 一个电子是费米子 两个电子是波色子 如果电子自旋的方向相反 那么就能形成自旋为零的标量场 非常多的库博队可以形成类似锡格斯场的标量场 属于凝聚态物质 光子可以从这个波色场获得质量 当光子有质量时 光辐射就不会发生 亦或者发生的概率极低 就像弱力一样 这就是弱电统一了 当然了 本期视频比较偏向理论 还没讨论实验如何证明规范对称性和弱电理论 如果反应热烈 我会在初期弱力系列番外篇来详细聊聊实验部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 喜欢这视频可以帮忙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